大家好 我是Francis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相信有看我的影片的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已經在東京 開始了我三個月的留學課程 之前我也有看到一些留言 以及收到一些IG的DM 問我關於日本課程有什麼特別 它的學費和報名方法 所以今次我就想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 講關於這些資訊 今次我選的日本語學校的名字 就叫做九段日本語學校 就是一間位於水稻橋站附近的一間日本語學校 大概在JR站那邊 地鐵站那邊走大概三至四分鐘 就已經可以走到學校 是超級近 超級方便 除了去地理位置方便之外 為什麼我會選這間學校呢 就是因為它有分不同的課程 首先它有分一個回話課程 以及一個叫綜合課程 今次我選的就是回話課程 專攻講日文 而綜合課程有點不同 它就沒有說專攻哪一樣東西 它就是綜合了聽、寫、讀、講四樣東西 一起去學、一起去教 為什麼今次我會選這個回話課程 而不選這個綜合課程 就有幾個原因 首先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自己 講話那方面 講日文那方面是比較弱的 其實之前我一直都有在香港學日文 就學了大概一年左右 但一直都是在學著怎樣去寫 以及去讀那些字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去運用出來 一直都沒有機會去跟日本人說話 或者可能跟朋友用日文去溝通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自己 講話那方面比較弱一點 尤其是因為之前我去沖繩 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我有嘗試過用日文去講話 但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心裡是會用的 但永遠都一去到講 實戰的時候是用不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需要一些機會 背後一些途徑去練習我講日文 而今晚我見到這個會話課程 我就覺得好像挺好 挺適合我 它就可以練到我講話的 那個發音 還有那個intonation 就是那個語調 還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是casual的時候 去講的一些文法 又或者是我比較business 上面 就是可能是要用敬語的時候 我要怎樣說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在這個課程中用到 可以去學習 所以最後我就選了這個會話課程 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會話課程 它就是早上課 課程就是由9點10分 上到12點40分 總共會上三課 12點40分放學之後 我們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 但如果我是報了這個綜合課程的話 它就是下午12點幾上課 上到4點幾 我都不記得了 相對上的時間運用就比較差一點 因為我來日本除了想讀書之外 我都想去到處玩 到處去其他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有些時間去做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個課程 12點40分落課是非常適合我的 我之後就會有全日的時間可以給我去玩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之好 這個課程總共讀90天 其實它最短你可以讀一個禮拜都可以 我想說我有同學是剛剛新來 然後剛剛又走了 他讀了5天 其實已經走了 所以如果大家上來體驗日本留學 其實你一個禮拜都可以體驗到 不過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如果你只讀一個禮拜 我覺得至少讀三個月才有意義 就是你會真的學到一些東西 而帶走回香港 我這次報這個課程 就是4月3日開學 然後6月30日就畢業 總共是90天 中間會有一段時間放假 因為5月的頭禮拜就是黃金周 所以我們就會放假 因為這個課程是90天內就可以完成的關係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去申請任何的簽證 就已經可以過來日本去做這個留學 因為香港人的旅遊簽證 去日本最長可以留到90天的關係 其實只要我在日本留夠90天 90天之內可以離開到日本的話 其實我都可以不用申請多一張新的簽證 這個也是我選擇去做一個短期留學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不想那麼煩 因為申請的那些在留卡或者其他那些簽證 我覺得有點麻煩 跟大家分享更多關於這個課程的資料 首先我上學的時間就是星期一至星期五 就是每天的9點10分至12點40分 這段時間就會有三節 中間會有兩個休息 10點40分就會有一個休息 10分鐘的休息 然後11點40分就會有多一個休息 我們這個課程 我那班總共有三個老師 三個老師都會在不同的日子去教班 他教班的行程是每個星期都一樣的 以我那班為例 我們就有三個老師 第一個老師 老師A就會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去教班 老師B就會在星期三和星期五教班 最後老師C就會在星期四教班 每天的行程 應該說每個星期的行程都是一樣的 我們每天回到學校 我們三節的課堂 每一天做的事都有少少不同 但是有些事是每一天都會做的 首先就是這一份東西 這份大家可以看到 是有很多不同的字的 這個就叫做Shadowing 我們每天都要去 跟著這一個Shadowing的這份東西 去讀那些字出來 七不成天都非常清嫉美 雖然很公平 そうですね 三名字都要去 八不 Anyway 八不止 三位able courses 多幾 一位 四位 四位 九 八不止 一位 這點真語講 教你 字 難道 私不明白 他一位 他地方 大家請問問,9B是很美味的 我問我什麼事,我沒想到,別人請問 難怪是3B的,不錯,我試試試看 他會有很多不同句子和scenario 教我們在什麼情況下要用什麼字 他會針對語調去更正讀法 因為有時我們學日文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在不同的途徑上 就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語言 可能有些字會讀得不對 或者語調會有少少錯 就會在上課的時候 透過Shadow Wing Guru 就會矯正我們的讀法和讀音 我們做完Shadow Wing Guru之後 就會開始我們的課堂 我們會有本今的書 如果大家有看過之前的Vlog 也會有看過這本書 這本書會繼續教一些 我們日常生活會用到的文法 我們每一天都會學一些新的文法 所以我覺得 就算我們沒有報到綜合課程 其實我們也可以學到綜合課程的東西 而且在學的途中 我們會有很多機會去重複讀字 那些句子 所以是可以練習到我們的讀音和讀法 所以我覺得是不錯 這本書除了我們學到文法之外 後面也會有一些 listening 我們每天都會做的 每天就是聽一些錄音帶 然後寫回我們要寫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這裏有些小匹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聽到的東西 寫回答案出來 就可以從而練習到我們的 listening 然後當我們完成了 我們學好了這個文法之後 他們就會派一些工作指給我們 就是一些ABC 就是A和B說話 B和C說話 我們就會學他們的對話 學完之後 我們就會分批分group去做一個練習 每天不同的老師會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老師就會拿配牌去做一個分組 有些老師就會寫一些紙仔去做分組 有些老師就會直接在那張工作字寫了ABCD 我們就會跟著ABCD去做一個pair up 每天都可以跟不同的人去做一個口語的練習 每天都可以跟不同的人去做一個口語的練習 最喜歡這個會話課程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可以練習到自己講日文 以及可以認識到多些朋友 我覺得這些交流的環節是非常有趣的 除了這些交流的環節之外 有時老師都會和我們玩一些小遊戲 例如這個摺龍 這個Shiritori 我們前幾天玩完我覺得很好玩 它就是普通的日文摺龍 可以練到我們的生字 前幾天我們玩摺龍的時候 有個很有趣的摺龍方法 就是用畫去做摺龍 每個人就出去自己畫一幅畫 然後繼續跟著那幅畫的單字 去做一個摺龍 我覺得很有趣 1 2 2 喔 瑞士先生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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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頭髮大丈夫嗎 哈哈哈哈 頭髮的頭髮 哈哈哈哈 然後最後林近放學的時候 他就會和我們做一些會話的練習 每一課都會有一部分叫做會話 就是那一天我們學習的精華 就是全部濃縮做一個會話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著他去讀 跟著他去聽 然後從而學到中間裡面用了的文法 我們做完這個會話之後 我們就要將這件事變成我們的功課 因為每天我們都會有一份功課要做 就是之前我也有介紹過的 其他的Vlog 就是一些填充的工作字 後面就會有一份空白的東西 後面就是一些作句 作文 我們就要透過這個我們剛剛讀完的會話 我們就自己寫屬於自己的一段新的會話 就是做一個作文 以及學回當日我們學過的所有文法 給大家看看我之前的功課 就是這樣 前面就會有一些填充或者一些小作句 然後後面就是這些空白的紙 然後這些位置 我們就要寫我們剛剛的那些回話 它就會幫我們對 然後如果你適合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這樣的花花 正常日本是有一個更漂亮的花花 就是這樣 然後再這樣圍著它 變成一朵花 那就是代表滿分的意思 但我的老師全部都是 拿圓圈啊 或者這樣搖兩下就算了 這個比較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會有一個小印在這裡 我覺得很漂亮 我很喜歡這些 每次看到花花就覺得很開心 那講完課程之後 就開始講大家最關心的東西了 就是這個學費了 那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讀這個三個月的課程 總共用了的學費就是14000港幣 應該14000都不用 大概13000 就已經可以讀到三個月了 其實這樣算下去我覺得挺便宜的 因為它是包含這三個月的教材 所有的學費 課程的費用 還有那個入學的料金 那我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學校 對比了不同的學校的website 那我就覺得九段這個website 是最清楚 是列好所有東西的 它的課程的費用是非常之明確 還有你是可以線上去聯絡 九段的所有職員 我那時候去查詢關於課程的時候 都是非常之方便 很容易就已經可以拿到課程的所有資訊 它除了價錢明確之外 它那個報名的方法都是非常之簡單的 你是不需要經過任何那些什麼中介公司 去做一個報名的 你可以直接傳那份份 那其實網上 它那個官網是已經有份份 可以給你填的 你直接填好那份份 發給它 其實已經可以報到名 當學校那邊收到你的email 或者收到你的報名表 它就會立即用email去聯絡你 那你就總之透過email去了解 有什麼需要帶 有什麼需要申請 其實很快就已經搞定整個報名程序了 那交學費的方法是非常之簡單的 你直接在網上 你完成所有報名之後 那老師就會傳一份份份給你 裡面就會有一條link和QR Code 你只要scan進去 它就會有一個payment的網站 那就是類似一個網上的付款 它的名字就是Flywire 你在那邊 你進入所有你的資料 它就會彈一張receipt給你 那你就跟回那張receipt 直接去銀行做一個過數 或者你可以直接在自己手機做過數 那就已經可以交到那個學費 是超級方便 全部東西都可以直接在香港裡面完成了 你交完錢之後 它就會update那個status 大概好像兩三天 三天的工作天 那你就可以進回Flywire的網裡面 那就可以看回你交錢的status 那當學校那邊收到錢 它就會自動updateFlywire的網站的status 那所以大家交完錢之後 如果一直都見不到那個status 做一個更新的話 大家都不用擔心 你只要等多好幾天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訊息給你了 學校那邊都會發送一個email 給你去做一個確認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還有這間學校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可以幫你去申請一個 叫做寄宿家庭的服務 因為其實如果你想在日本長期居住的話 找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 因為其實很多日本人都不會租屋給外國人 所以其實對我們這些外國的交流生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這間學校是有提供一個叫做寄宿家庭的服務 或者一個叫做宿舍的服務 只要你按進去的網站都可以看到所有資料的了 就是它可以安排到一個寄宿家庭給你去住 只需要去額外給多一個住宿費 就已經可以去申請到的了 本身如果我自己一個來 我也是會申請這個寄宿家庭的 但是因為今次我還有兩個朋友一起來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三個人去住這個Airbnb就算了 寄宿家庭我覺得有好有不好的 好的位置就是你可以多些機會去講日文 因為你可以直接去接觸當地日本的家庭 所以其實你可以很快融入到當地日本的文化和生活 因為你一直都有日本人去照著你 有一些日本的家庭去教你一些禮儀 日常生活要用到的東西 或者其他不同的東西都可以照顧周到的 但是有件事不好就是寄宿家庭是有門禁的 我上網看的時候 看到它的門禁好像是9點還是10點 是很早 你要很早回到家裡 你是不可以遲 如果你遲了的話 是會有很大的後果的 如果你要去什麼地方 你所有地方都要跟他們說聲才可以去 那我就覺得是非常之嫌 而且好像沒有了那個自由度 不過我剛剛所說的都是個別例子 有些寄宿家庭都可以很好 那就要看彩數 看你好不幸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去體驗一下寄宿家庭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下 因為你可以選擇只住一個月 或者可以住三個月 那這個就交給你自己去決定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直接聯絡那邊的職員 那他們就可以幫你去做一個申請 那我之前呢 都收了一些DM 就問這些課程 有沒有過一些日文能力的需求 就是會不會可能要讀到N5 N4才可以補這些班 那這個答案呢 其實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學過日文 都可以補這些課程 因為其實如果你有看我第一條Vlog的話 就知道我們一開始 是會有一個入學的考試 那這個考試就會測試你日文的程度 按著你的程度去做一個分班 那如果你是什麼都沒有學過 其實你可以直接跟他講 你是什麼都不懂 那其實他就會直接安排你 入一個最基礎的班 那如果你有學過日文的話 他就會按你的程度去做一個分班 那詳情關於考試呢 我之前在第一個Vlog也有介紹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Vlog那邊看 那現在就講關於年齡限制的問題 那其實呢 這間學校是沒有任何的年齡限制的 只要你有錢 就已經可以報讀這間學校的了 我想說我剛剛鎖江走了的那個澳洲人 其實是50歲 完全看不出他50歲 然後其實這間學校 也有很多不同年齡層的人 16歲也有 再年輕一點也有 再老一點也有 所以其實大家都不用擔心 年齡限制的問題 因為這裡是完全沒有這個限制的 最後最後最後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這一間學校 其實除了我們讀書的課程之外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課外活動 那今天呢 其實現在我就剛剛放了學回家 那等一陣呢 我們五點半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交流會 就會跟一些日本的學生 一些日本正在工作的人 去做一個交流 那這間學校呢 周不時都會舉辦一些類似的活動 就會有很多交流性質的活動 那除了這些交流會之外呢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去報 例如這個茶道的教室 一些講座 又或者有一些行山的活動 我和我的朋友都有報到一個行山的活動 就是這個五月二十日呢 就會有一個高尾山的一個行山gathering 就會跟一些日本人 和我們同班很多不同國籍的人一起去行山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選擇 那也都因為這樣 我就越來越喜歡這間學校 因為真的很多不同的機會 給我們去做一個交流 那這次的分享應該到這裡了 我相信我已經分享完我需要分享的東西了 那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特別想知道 或者可能我有什麼講漏了的話 都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關於住宿啊 生活費啊 還有其他那些垃圾的東西 我就決定在另一條片裡再跟大家去分享了 因為我怕這條片太長了 那我現在都準備出門口去上學 去參加我這個交流會了 看看我會不會可以拍到一些片給大家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多多like多多share subscribe和comment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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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學校的八樓位置 準備要參加這個交流會 過了解 過了解 現在很多人在那邊拍到 我都不好意思拍照 因為我不知道能不能拍照 因為其實日本人很多都不喜歡被人拍照 所以我真的問清楚 他們真的可以拍照才會再拍照 拍片給大家看 準備進去吧 拜拜 開心花蜜! 你好 我是Francis的朋友的 Jeka 我是Francis的朋友 我是Franci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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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的 超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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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不明白 我完全不明白 難不明白 難不明白 我想要做日本人的朋友 我想要做日本人的朋友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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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識到朋友了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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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很成功地 參加完這個Core You Kai 我們認識了四個朋友 很開心 我們還打算 遲些會約在一起去動物Cafe 因為我們有其中一個 剛剛認識的朋友 就是在附近上學 所以就可以遲些 他們放學的時候 我們又放學的時候 就可以一起去玩 很開心 今次這條片 就真的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多多like 多多share subscribe 和comment我這個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